准备好没有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走 走 找谁给你当打的 周老师吧 好 我给你当哪了 好 来 他是盛男 我是盛男老公 老公啊 从小到大我父母都想让我比男孩子像 所以给我取了叫盛男的名次 当我觉得我自己事业成功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的老公 我以为我们的幸福会非常美满 但是结婚之后我发现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他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形象 他会经常的殴打家暴我 甚至在我怀有 西贵韵德之后 都有暴力的殴打 导致我流产 他也经常会 然后我然后拍一些视频 好了 老师 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就基于就是危险 然后可能也对你彻底失望了 我就想重新开启我的人生吧 所以我提前 网上预购我的一瓶 这个氧化碳 然后我把它提前装到了 那里面 哪里面 球里 那是鸭球 对 案发当天 老公已回来 对 盛男 盛男 把我鞋子脱鞋过来 穿着拿过来 哎 好 怎么这么慢 莫里莫记的 好你在这里换钱 你可能坐在这里 我可能就 觉得今天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又喝醉酒了 然后我就 我就这样子 你就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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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挣扎 好好好 好了老师可以了 好 好 然后呢 这下什么状态 这时候就是昏迷应该 好 好起来 然后就丢到冰柜里 我在拿这个 我就可能会这样丢进去 然后就造成一个非常密闭的环境 嗯 嗯 他这个 这个男的一百八尺 他打不过一个女的吧 一百八 所以所以我其实当时也在想就是 会不会有一眼花灯在前后面 后面再无恙 嗯 因为我之前我也是没有找到 那针孔的那个管子嘛 假如是有的话 我也觉得他有可能会直接 通入鼻腔这样子 直接这样挤进去 好了 谢谢老师 好 好 你们刚才四组都是做了很多演艺 周老师点评你们 他们这个搜索 搜索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啊 那个搜索是这样 所有的阳性的这个物证 应该是某某和长是这一组 搜索的是最完全的 然后另外三组呢 应该是大同小异 可能大家都有互有一些遗落 好 我大概把这个 现有的物证说一下 这个花坛的右侧有 生男老公的戒指 是生男老公的定位 男气罩 还有这个 这个装装下面的男气罐 没有泄漏 然后呢 是花坛右侧 戒指旁边的这个脚印 是两个倒着走的 同一只脚的脚印 这个脚印是谁的脚印呢 幽幽的 然后 这点就是很关键的东西了 那个瑜伽球 唯一讲到这个事情的就是波波 网上预购了一瓶 这个一氧化碳 嗯 然后我把它提前撞到了 那里面 球里 那么这个还有一点点气的瑜伽球 是不是没有完全 谁说一氧化碳 里面是一氧化碳 目前呢是你们看到的物证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就把这个死亡故事 大致讲一讲 这个人喝了酒回来以后 因为家暴 所以圣诞对他很怯 就先用预先买的钾 后来把瑜伽球充满 然后就对着他的鼻腔放 因为这种实际案件发生过 不是用瑜伽球 是用气球 但是做了这个事以后 感觉没失透 所以做了附加动作 用枕头 感觉不要 那么到这个时候 然后再把这个人 往皮箱里搁着 大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的这个死因是 一氧化碳中毒 合并 激燃窒息 五牙口鼻 导致着无情形怀衰竭 死亡 这是什么 伤残鉴定 你敢做伤残鉴定 你敢做伤残鉴定 鉴定 鉴定 我让你鉴定 对不起 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他当时买的药 化碳就是吸入的来源了 然后我把他提前撞到的瑜伽球 可能会直接从嘴里里把气息给他推进去 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五牙的工作 最后他会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好 留一个问题给你们 吹风机上的血 是怎么回事 到底这个世界怎么还原 整个这个过程 他的死亡时间 是不是当天 到底是几个人 参与这个事情 明天还有一个尸体 对 悠悠的前夫 死因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要继续考虑一下 明天将会对他的死因进行鉴定 你一直说他杀人 但我们调查发现你非法地购买了乙迷 而且在你儿子的血液中也检测出了乙迷 人就是他杀的 不然你发射 为什么直到现在你还在撒谎 你爸爸就是你妈妈杀的 够了 别玩没玩 你化害了你儿子 现在还要化害我儿子吗 我把相机的内存卡给搞丢了 就是很严重的那个问题 你好像很不开心 这两个犯罪协议人 证明他们就不在这个现场 你怎么就说他就是帮凶呢 就 你现在讲得太快了 我们现在要把一个的证据解出来 好不好 出现了很多反常的事情 这个成绩板上 淘汰这个事情 随时也会发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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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